在他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中 觉得很不平静 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自己稳定下来 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 或者建议呢 OK 我想 整理自己不平静 首先我们一定要学习静心的功夫 静心很重要 因为我们情绪会起起伏伏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静心的功夫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跟着情绪走 不只是整理自己的过程 甚至面对外在许多过程 因为会有很多的波动 所以一定要帮我们能够静下来 然后去看到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问题 有一点点距离来看到 那同时有时候需要协助的话 像系统排列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它把我们的问题怎么样 拿到外面来 然后找一些人当代表者 帮我们去探索这个问题背后 它是怎么样的影响的动力 怎么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也是一样 也像是一种静心一样 我们拉出一点距离 然后去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要学习静心 学习关照我们的情绪 这非常重要 第二个我们还要有共同成长的 这些伙伴 老师们的支持 因为人有时候起起伏伏的变化的时候 身边如果有老师们 伙伴们的 共同成长的伙伴支持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只要低谷的时候 有人支持一下 我们就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叫读学而无有 则孤陋而寡闻 没有朋友自己一个人这样学 就会孤陋寡闻 同样的 在人跟人成长过程里面 有朋友们老师们支持 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可以更好的 就算遇到了一些风浪 有旁边人护着你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向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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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